世界很大,辽阔的没有边际,世界又很小,愈发像一个村庄。 重庆世界地球村活动便给人们创造了一个机会, 让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相互碰撞出绚烂的火花。 8月1日,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友人聚集在一起, 大家各自展示自己国家的特色文化并进行互动, 以此来增进相互了解。 活动现场,人们的脚步不停地穿行, 大家玩着俄国的经典游戏, 品尝着加拿大的美食, 聆听着瑞士国歌等等,气氛热烈。 来自美国的志愿者乔表示, 这次活动给他带来了很多感受。 在这里,他与不同国家的朋友交流了很多问题, 也在与其他人的讨论中引发了自己对于不同国家社会文化的思考。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, 文化的分享与交流或许会使地球村的人们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 新华市记者周文冲重新报道。